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PACE云端课程 这个是OneNote翻转学习平台 和欧海云端教室的开发公司 浩雪学习 他们所推出的YouTube影片标记 重点笔记和进行测验的一个免费云端服务 PACE云端课程服务的话 它可以让老师或者同学 你自行整理喜欢的YouTube影片教材 而且我们可以在影片里面 加入具有起记时间的重点笔记 或者是测验的题目 那这个可以很方便老师作为上课教材 或者同学的自主学习历程记录 当然我们也可以配合欧海云端教室 或者是Google Quest Learn 来把这样的教材就加入班级里面 那老师呢就可以看到同学的观看影片的学习历程 还有他答题的这些统计资料 以前呢我们有介绍过使用OneNote来整理影片教材 不过他只能做到单影片有一个笔记的内容 那现在呢我们透过Pace 他就可以有多个笔记内容放在同一段影片里面 以下呢我们就来跟老师介绍几个Pace云端课程 可以使用的教学情境 第一个呢就是把这个部分作为老师课堂的教材 或者是单纯的个人自主学习笔记 那其实说真的 我们现在YouTube上的影片非常非常多 有很多值得做我们个人的教学教材 或是学习的资料 那一般来说您要做这些笔记的话 尤其是影片部分相对来说 不像一般的文字或图文的资料 比较方便整理 如同你现在在这个画面上所看到的 我们可以在Pace云端课程里面 可以单纯的增加笔记或是增加题目 那他就会在右手边这边 像这样把你的影片重点显示出来 如果是笔记 他会用这个图来表示 如果是单选题 会用这样的图示来表示 如果是问答题 会用这样的图示来表示 现在呢我们就实际一起来操作看看咯 首先找到你要记录的影片网址 进入到Pace云端课程 点按我的教材 在这边新增影片 只要把你的网址贴上 就可以增加网址 进入之后 您就可以看您需要的笔记时间点 或是题目的时间点在哪个位置 例如我们如果进到这里来 那我想要在这边增加笔记 按一下这个时候呢 右手边就会自动出现一个笔记的内容 您在这里点选 它会自动记录您的开始 与结束时间 那预设的话这两个时间是一样的 您可以自行在这边 自行输入跟调整 那么他所提供的这个编辑器呢 也很方便 除了有一般我们常见的一些文字格式的设定以外 那你也可以透过砍入的方式 或是把文字影片超连结加入 甚至还可以使用公式 所以呢使用上还算蛮方便的哦 那么如果你在这边 例如就是inspire的介绍 按下储存 右手边就会记录起来 当你下次呢点到这一个记录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跳到指定的位置来做播放 那如果您是增加题目的话 那题目呢一样在这里有分两种 一个是选择题 一个是问答题 选择题的部分目前主要是单选 那您只要把你的题目输入在这边 答案的选项像这样把它列出来 如果我今天只有两个选项 那我们就保留两个 那记得在这边也要同步修改一下 选项的数目 还有它的正确答案是哪一个 完成之后你按下储存 这样就可以了 在您设定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透过分享影片这里 取得分享的网址 那别的老师或同学 只要把这个网址贴上 就可以进入到这一段影片 来观看您所制作的笔记 或者是测验的题目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 怎么样把这个影音教材 指派帖 OHA云端教室或Google Classroom 您设定好之后呢 我们按一下指派作业 在这里就可以选择 Google Classroom 或者是OHA云端教室 那您可以从这里呢 直接去选择您目前所要指定的 OHA云端教室是哪一个 那也可以指定这个作业的截止时间 那未来如果说你已经指定好了 想要做取消 也可以在它的后方 做一个取消指派的动作 同学登录OHA云端教室之后 它会看到在数位学习这边 就有一个配置云端课程 打开之后 就会进入到 这个课程里面所指派的作业里面 点选这一个影片教材 它可以从上方看到 这个是属于多次作答 或单次作答的 那另外呢 在右手边这里 也会看到老师所设定的 学习重点 它的单选题 还有它的问答题 这些的重点 那另外呢 我们同学本身 可以自行增加笔记 也可以从下方这里 看到它目前所看到的影片记录 在右手边的影片重点 它也用红色的这样的标示 来标示说 同学目前尚未看过的这些重点内容 在同学回答完之后呢 老师可以进到 佩斯云丹教室里面的我的班群 找到您的欧哈云丹教室 或Google Classroom 我们就可以看到 学习的统计资讯 以目前这边来讲 您可以看到它有三个项目 包括了有做笔记的数量 影片重点 它从观看的进度 还有整段影片观看的进度 那另外呢 以颜色来说 这个呢 就代表我们观看的一个进度 百分比 所以我们从这边呢 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 每位同学 包括我刚刚提到的笔记啦 观看影片的进度 这些资讯 那如果您想要看个别同学的资料 可以把它点按一下 就可以进来看到笔记的内容 还有它回答的测验题的内容 在我们的影片重点部分 就是测验的回答 目前这里面它只会记录 单选题的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 影片测验里面的统计情况 那么下方呢 可以将这些统计资料 把它下载下来 变成Excel档案 或是直接储存到Google 云端硬碟里面 经过这样的操作使用 相信您会发现 配置云端课程的使用上 真的不会太难 也可以很方便的 让我们去管理跟做测验 这对于影片的教材来说 真的很方便使用